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大西洋的日出 联合国西萨特派团维和部队司令赵金民 在这架联合国的专机上 开始了他一天的工作 飞机的悬船外 这茫茫无际的沙漠 就是位于非洲西北海岸的西萨哈拉 简称西萨 风沙和干旱 高温和缺水 饥饿和贫穷 战乱和冲突 是西萨这块土地沙最真实的写照 西萨冲突呢 是始于1975年 就是西班牙 结束90年 占领西萨的这个情况以后呢 那么摩洛哥 人政还有毛利塔尼亚 在西萨这边土地上呢 展开了争斗 烟前这荒芜人烟的沙漠隔壁 曾经硝烟弥漫 经历了一场长达16年的战争冲突 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西萨实现了停火 西萨特派团呢 是联合国1991年4月 有安理会通过决议呢 决定成立的 主要的任务呢 是监督停火 为了监督冲突各方的停火 1991年以来 联合国西萨特派团 在西萨哈拉大沙漠中 建立了这样的军事观察点 在无垠的大漠中 在颠簸的道路上 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李希元和他的战友们 开始了今天的工作 我们现在呢 已经离开了 我们的这个队值所在地 现在呢进行巡逻 今天巡逻的主要的任务呢 是有五个魔军的单位 要去检查这个人员和装备 确定这个军官的在位情况 以及武器的装备情况 当然是否有 违法军事协议的情况存在 联合国在西萨的违和行动 就如同这大漠戈壁中的道路一样 曲曲折折 从91年到现在 19年了 那么我们军事部门的任务呢 始终呢停留在第一阶段 就是监督停火 可以说目前在西萨 联合国西萨特派团 从军事观察员到维和部队司令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继续进行了 19年的监督停火 对于西萨任务区 最高军事指挥官 赵金明司令来说 监督停火 无疑是他工作的重重之重 所以今天赵金明司令的工作之一 就是进行空中巡视 目前我们西萨任务区军事部门呢 在监督停火这个任务当中呢 主要是落实和执行一号军事协议 这个一号军事协议呢 是我们联合国西萨特派团呢 和冲突双方分别签署的一个协议 内容主要是把西萨冲突的这个区域呢 分成了五个地带 中间是沙墙 沙墙两侧各30公里 作为限制行动区 在沙墙的东侧呢 30公里范围内呢 其中有五公里呢 叫缓冲区 在这个缓冲区内 是不允许任何军事存在的 包括这个军事人员和越界飞行 阿里路 这是泰格 请控制速度 慢点 和所有联合国维和任务区一样 联合国西萨特派团的军事观察员们 每天的主要任务 就是进行各种巡逻 在西萨任务区呢 巡逻的形式呢 主要有这个空中巡逻 地面巡逻 那么空中巡逻主要是用直升机 这个进行一些情况的这个 信息的一些收集 那么地面巡逻呢 主要有日巡逻和夜巡逻 以及呢夜间观察号的这种建立 像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地面巡逻 白天的地面巡逻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辗转飞行 赵金明司令将在这个叫特法瑞提的军事观察员点降落 今天他要到这个大漠腹地的军事观察员队 为这里的军事观察员举行授勋仪式 李希元来联合国西沙任务区前 是某军事院校的教研室主任 并且兼任英语教学工作 因为李希元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 和较高的英文水平 所以到达任务区不久 便被任命为军事观察员队的队长 我现在呢是作为这个任务区中九个队的 一个九个队之一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队呢 是司马拉的队的队长 作为队长呢 主要的职责呢是负责队里面的全面工作 作为一队之长 李希元所操的心 自然要比普通军事观察员多得多 今天他除了要组织完成正常的巡逻任务外 另一个任务就是要培训两位 刚刚到达任务区的新军事观察员 今天我们安排的训练内容呢 是如果发现了这个未爆炸物 进行如何的标注 以及呢如何进行车辆的救援 这些训练呢对我们平时的安全 人性和生命材料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对于这个叫特法瑞提的军事观察员队的 所有军事观察员们来说 应当是一个令他们终生难忘的日子 因为今天在西撒哈拉大沙漠中 联合国西撒特派团维和部队司令 代表联合国为他们授予了这枚维和荣誉巡章 维和巡章 它是联合国对维和军人的褒奖 它是维和军人为人类和平奉献热血青春的见证 它是维和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誉和军旅生涯的骄傲 加州是有一个军事的军事 然后我们是在马克里的大沙漠中 我们是在马克里的大沙漠中 我们是在马克里的大沙漠中 就在马克里的大沙漠中 大沙漠中